非常謝謝主辦單位的邀請 那 楊社長還有周老師還有各位在場的先進 大家午安 我是國發會師可和 那我今天針對於這個主題 公正轉型的挑戰與實踐 就是我以台灣的經驗為例 那 今天我的角色會比較特別 因為國發會他一方面在政府單位裡面是跨部門的計畫的溝通協調或者是審議的單位 那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點類似像行政院的智庫 所以我今天講了有些部分會是介紹目前正在做的行政措施在規劃的 那有一部分是沒有還沒有落實到行政措施 但是是一些想法一些概念 那還在政府單位裡面做討論 好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是政策宣導 這個在2021年的時候 蔡總統在1月的文告的時候就有提到 因應去年的COP26 政府必須開始來做適合台灣的一個 精靈排放的一個路徑 那在地球日4月22號的時候 他地球日的時候他有特別提到 就是必須要共同邁向近零 那在今年的3月30號的時候 然後國發會有會整的各各部門的一些計畫 那提出了一個方案 那這個方案裡面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公正社會轉型 其實就是在社會轉型這一部分 在這邊 那台灣的政策脈絡在過去幾年來在201516年的時候我們提到2025能源轉型 包含非核家園 那到去年的時候我們提到2050的近零轉型 但是能源轉型這個課題到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那他比較直接關聯到了除了能源部門之外還有產業部門 但是在面對2050近零轉型的時候其實有兩個課題也相當重要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的就是生活轉型跟社會轉型 那我個人的角度是認為生活轉型比較是一個 微觀的一個角度 那社會轉型是比較聚觀的角度 他的那個單元不太一樣 那生活轉型 裡面有蠻多是提到 其實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 daily life 但是國發會在過去幾個月跟一些專家學者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發現 生活轉型除了daily life之外 生活的實踐之外 其實還有兩個東西未來必須討論 但是不會在今天我後面的報告 我只想特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在生活轉型 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就是從物質層面 就是生活轉型跟家戶的所得可支配所得 未來會有什麼樣的關聯 這是未來必須去做研究的 我覺得有些可能因為所得的高低而影響到他在生活轉型的部分的一個瓶頸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也必須研究的是 生活轉型我們講運聚電動化 包含騎摩托車 有些 交通的研究者他認為 運聚電動化無碳化這個是一個邁向近零轉型的方向 但是有些研究者他認為要放更大的脈絡 你必須把私人的運聚跟公共運輸放起來一起看 所以裡面有一個社會心理學的概念 所以生活轉型感覺好像 不是那麼簡單的十一住行 生活轉型裡面其實有一些經濟學的 一些家戶所得的 那也有些社會心理學的一些工作必須來執行 那剛才在上一場周老師有提到就是國科會 國科會他在近零科技的部分 他有分五大領域 他還開始變略預算 那這個部分是由林敏聰 副主委 林教授在負責 那 我覺得他有 有一個領域是社會科學 我想在 生活轉型跟社會轉型裡面都特別關鍵 好那 社會轉型在今年3月 今年3月30號是我所提到的其實兩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一個就是公正轉型 另外一個是公民參與 那我這邊也跟各位報告 剛才也是因為我剛上一場我遲到 那有有線上的朋友在提問其實這次的氣候變遷因應法的草案 公正轉型是有入法的現在還在立法院審查 那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第6條跟第8條 就是草案第6條跟第8條 那在現在的委員會審議 有幾個比較 長期追蹤環境議題的立委像洪森漢委員他也針對公正轉型未來在操作上面 政策的框架運作應該怎麼進行 他其實有提出他的修正修正動議 所以這部分跟各位補充說明 那我想在 有注意到這個3月30號的文本的朋友們有注意到說我們在 12項關鍵 關鍵策略裡面 其實包含的7個部會7個部會要提出12個路徑 那這12個路徑預計他的第一版的版本會在今年的 你就是 就這個月 會公佈 但這個文本不會不是一公佈就核定了 這文本其實是一個 政策的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工作的底稿以及社會公共通的文本 那 很多東西未必會定案他是必須經過一連串的討論 不管是科學上的或是社會上面的討論 那各位可以看到右側大概就是屬於比較能源的新能源的部分也涉及到能源轉型跟產業轉型 那比較有趣的是從這邊開始 運聚電動化跟無碳化 日焰循環循環經濟 那跟農業部門相當有關的自然探會 到近年綠生活 綠色金融跟公正轉型 那我在這邊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7個部會裡面就包含環保署 農委會 金管會 國發會 國發會還負責公正轉型這一塊 那還有經濟部 國科會跟交通部 這些是7個主要的部門在撰寫這個計畫 那撰寫這每個戰略 那這每個戰略 除了公正轉型之外 其他的11個戰略每一個文本裡面我們也都要求他們必須要針對於每一個戰略的公正轉型 來提出 一個縮帖還有一個政策的規劃 這我稍後也會補充一下 那但是除了這12個戰略之外 其實我們也注意到另外問題 這個其實剛才在那個Professor Trencher的 報告裡面談到日本的那個 呃能源部門的轉型 在這12個轉型 12類之外 其實 台灣未來在石化跟核能 退廠 逐漸退廠的時候 在就業跟環境上面應該怎麼因應 這也是公正轉型的課題 那在台灣來講比較特別的是我們的中小企業非常的多 那中小企業製造業有相當多其實是出口產業 那這些未來也會碰到大產業一樣會碰到問題 那我這邊要提到的是 我們在內部討論在公正轉型裡面 還有一塊相當重要的是中小企業的服務業 有很多是內需的服務業 那我們目前跟一些專家學在討論這目前其實還沒有定案但是這個討論是相當的重要 也相當精彩 台灣的中小企業的服務業 他有很大的就業人口是在批發零售跟住宿餐飲 旅遊業 那這些批發零售跟住宿餐飲他的 進入門檻 並不高 不管是創業或就業 但他又是敵心 他又是敵心 他在未來整個淨零轉型會造成什麼樣的政策衝擊 在轉型的過程中 如何能夠有一些 產業的資源或是公共的資源能夠投入 這也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好 接下來我來談公正轉型的挑戰 那 我必須跟各位說明就是說 在這個公正轉型我待會會針對他的定義 意涵 課題 政策思維 先導案例 來提出說明 那我認為這些挑戰我今天的報告裡面 我是沒有答案 但是我是想要提出課題就是我們遭遇到的課題 大家必須一同來討論 那我覺得這也是挑戰的公共行政跟公共政策 理論的一個部 一個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定義 在狹義的定義我想在場多數人會知道 就是ILO的定義 他最主要還是放在工作就業機會的部分 那Leaving No One Behind 剛才那個Professor Chancher也有提到 那這個是比較狹義的部分 那是在講轉型的過程中 在就業 在勞動力的這部分的一個影響 那我個人舉一個例子 可能也不是不能叫做公正轉型 但是這種課題其實 我們以前就碰過了 臺灣在以前 尤其在大學附近有很多打字行 自從PE2出來之後 打字行其實就受到影響 但是自從那個Windows 3.1的Word出來之後 打字行就大量消失 他所以也影響到就業 但是那時候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一樣的課題其實我們現在碰到 而且是更大規模的 接下來的近零轉型不是只是 PE2的發明或者是Windows的發明而已 那廣義的定義 這是目前我們 行政團隊比較 採用的就是歐盟的主張 他認為公正轉型在綠色轉型的利益 抱歉 利益能夠廣泛為社會大眾分享 這待會我會強調一下 同時哪些經濟稍作準施的地區跟群體 能得到支持 那在這邊我想先停在這一頁 就是說公正轉型是不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是不是很fashion的東西 我覺得有 有幾個問題我們要問他到底有多新 第二個有沒有一個 Orthodox有沒有一個正統的公正轉型的框架 第三個是有哪些工具 我們可能都很陌生 那我這邊 提出來的這個課題是說 其實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有一些東西是我們曾經面對類似的問題 我們何時曾經面對類似現在進行 排放的時候公正轉型的課題 幾年前其實台灣的政府跟民間跟學界 包含在場的周老師就在談氣候變遷的減緩跟調適 那時候的減緩是環保署在做的 調適是國發會的前身經濟會在做的 所以我們有碰過一樣的問題 但是那時候的問題意識跟現在又有點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在做減緩的時候 很多次在講 產業結構的調整跟能源的轉型 那講到調適的部分 就講國土的韌性跟公共建設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進行轉型我們也面對類似的問題 都是氣候變遷的問題 但是我們特別去提到社會 提到公正轉型 那還有一個 我認為我們曾經面對的問題 有一些 政策引進之後 結果變成有很多的族群產業 勞動者他有受損 而且我們有一些針對受損害的補助跟補貼 我不知道在場各位有什麼印象 除了氣候變遷這個東西 我個人認為是貿易自由化WTO 所以類似的問題我們碰過 在貿易自由化的時候 一樣有人因為結構的轉型 而失業造成區域聚落 或者是消費生產上面的一個衝擊 而需要 產業或者是政府 或者是整個社會社群的一個 一個回應 所以我認為這個公正轉型不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類似的問題我們有碰過 那另外我們會問到說 我們有哪些工具 公正轉型有哪些工具可以處理 其實我也是跟各位報告 以國發會的經驗 有蠻多的政策工具 這可能比較技術性 我大概很快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包含一些國際組織 現在針對於綠色 綠色就業的評估model 就是GEM 其實有在用 來研究這個問題 那也有像經濟學家在做IoT 就是那個投入產出表 這些都有 那經濟學裡面的 成本效益分析CBA 其實也應用在這上面 另外風險管理的專業 其實也可以應用在這個領域 在公正轉型 在氣候變遷這上面 那台灣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環評 我們的環評的作業準則 其實就在講範疇界定 那這些課題其實我們並沒有 我們並沒有不熟練 但是我們現在遇到的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框架 我們必須討論 但是時時刻刻又要謹記 沒有一個正統一定對或錯的框架 那該怎麼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社會過程對 行政部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如果有學界跟產業界 跟倡議部門的共同的投入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好 那這個課題 各位看到這個五個 公正可能的挑戰 這個是我們初步給各部會的框架 剛才說那七個部會必須 在他每一個轉型裡面 提到公正轉型的內容 我們給他這個框架 就是勞動就業 產業轉型 區域發展 民生消費 政府治理 那這個框架 我覺得以今天的主題 我們是以人為本的公正轉型 勞動就業 這個就是受僱者 產業轉型就是生產者 區域發展 我認為包含居民 就Resident 消費者 沒有問題 政府治理就是公民 所以我們以人為本作為的身份 我很有可能是生產者 消費者 勞動者 公民 那我個人覺得還漏一個 我個人覺得還漏一個 就是投資者跟股東 投資者跟股東 那這些以人為本的角度 除了在這個框架裡外 大家沒有明顯看到是哪些人 哪些actor 但是這些其實都是大家必須做討論的 那第二個層次 除了勞動者 生產者 消費者 公民之外 我們還要再談到更細的問題 但是目前我跟各位坦白報告 大家還沒有辦法做到那麼細 這也有很大部分 可能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去處理 就是同樣以人為本 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性別 我們還有族群 還有貧富 還有世代 這都是人的問題 那該怎麼去處理 我覺得這是未來公正轉型 一條很長的路必須去走的 那再來一頁 就是這個政策思維喔 這個東西有點 我覺得有點呼應剛才那個 Professor Sun 就是尹教授的一個 他有六個principal 我這邊大概有三個principal 如同跟剛剛跟各位說的 我們目前並沒有一步到位 的框架 因為這個框架的確是大家面臨到一個很大的挑戰 包含來自國際社會 來自公民社會 甚至政府部門間 那必須滾動性的檢討 這個滾動性檢討 現在聽起來有點沉槍爛掉 但是其實我要表達的是 他必須是一個包容性的 他必須是一個inclusive framework 這framework是必須要隨時修正去做調整 因為 一旦太武斷的去主張正統的話 一卡住就會有內外之別 那還有另外一個東西是 而第二部分是針對於這個政策思維 成本結構跟分潤結構 剛才大家如果看到那個歐盟 他是有講到說轉型的利益能夠被分配 但是我們傳統在環境裡面 我們談到的都是成本結構 針對一些負面的影響要做 在成本結構做調整 最原始的就是損害賠償的概念 你有公害就賠償 這個是民法的一個概念 是公害糾紛的領域 那後來大家開始去談所謂的外部成本 內部化 透過稅特別功課 或是捐的方法 去改變污染或是影響環境的行為 但這些都是只是成本結構 那難道我們只能用成本結構來解決 這個問題或是來做政策的一個規劃嗎 其實分潤結構就是 在台灣現在有一個例子 就是公民電廠 那我認為台灣目前有一群 環境團體的公民團體的倡議者 他們在講信託 我覺得信託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概念 這我待會會跟各位再做說明 那傳統的工具 我們就是補貼 稅制 融資 這個概念 那創新的部分 我認為我個人認為 其實還有蠻多的 那我特別要講到金融工具 我們在綠色金融3.0裡面 一樣我們提到溫氏氣體的盤 還有範疇1 2 3 但是我認為有一個4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要創造很多金融工具 讓他在公正轉型中 可以創造所謂的利潤分享的一個機制 我覺得公益信託可能是一個角度可以去思考 甚至保險 我想這東西在場大家很清楚 只要風險能夠被計算的 事實上他能夠收穫保險的一個角度 他很有可能設計成一種工具 不管這個工具是純粹商業的保險 或是有政府介入角色的一個保險 那我認為這個東西都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我再舉三個例子 每一個國家面對公正轉型有一定他面臨的特殊的 特殊的東西 那好比蘇格蘭大家很喜歡講蘇格蘭的公正轉型 但蘇格蘭公正轉型有很大是奠基在 他在能源部門跟石化部門的 的就業跟生產關係 那臺灣我舉這三個 運氣電動化跟無碳化是交通部 現在在處理的 那餘電工生就有經濟部跟 農委會 那自然碳會大概就是農委會為主 那他們現在也針對這些 這些部分再去處理 他們這個轉型的路徑跟一些 公正轉型的一些對話 那我先舉運氣電動化在臺灣特別重要的 就是autobuy 就是摩托車 臺灣的使用者登記 登記大概有1400萬 但實際使用有可能一個人有兩臺 那是相當多的 那這個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那臺灣的機車行大概有1萬到2萬家 1萬到2萬家 那另外就是從業的員工 政府沒有明確的統計 但是按照臺經院的推估 大概是2萬到10萬人 那這一批人 其實就是運氣電動化裡面公正轉型的 直接被影響的 我們講說利害關係人 那這裡面有很多 如果說是運氣電動化的使用者 騎自動車 他在乎的第一個可能是價格 電車跟油車的價格有沒有接近 這影響到他能不能affordable 他能不能負擔 另外就是他便利性 我加油很方便 充電方不方便 他不知道 這是被必須被處理的 另外就是1萬多家的機車 機車行他如何 他要不要留下來繼續做電車的機車行 還是因為市場或是因為技術的原因 他要慢慢退出 他有他資金的門檻 轉型的時候 他有他資金的門檻 那另外他還有他技術門檻 這部分該怎麼做 這是問題 那再來就是員工的轉業 那這個是一個先導的案例 我覺得是大家會關注的 那餘電共生的部分 我想各位應該會很清楚 因為媒體報導蠻多的 剛才周老師在上一場也有提到 那我這邊大概只是很簡單的講 餘電共生會有幾個actor 有些是餘溫的地主 這個地主兼漁民 有些是餘溫的地主 但他的地是租給成租的漁民 那還有開發商 那這裡面我們想到的 可能就是租金 工資 發電收益 那這些 我們講說光電資本 當他進入到 養殖愉悅的產業的時候 他在這個勞動力的影響是多少 還有在裡面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他拿到的是租金還是工資 還是發電的收益 那是怎麼被分配 這個就是一個公正轉型的課題 那另外就是自然碳會 這邊我可能就也是 跟剛剛講到的分論 機制有點類似 這個我們國發會有跟一些團體在做討論 也有跟銀行在做討論 銀行的專業在做討論 在國外有蠻多的是古蹟的信託 或是濕地的信託 或是森林的信託 他這個信託 我們現在一般講 是不是一個企業 未來碰到碳排的問題 那他就去買一個森林 那買完就沒了 買完那就變成變成他的 但是有一些是用集體的力量 來做公民的信託 而且這個信託他可以 創造就業機會 好比說失地的維護 森林的維護 他的勞動力付出之後 如果有一定的利益分享的話 他是怎麼樣分享到這個 工資你要怎麼給 那如果是一個社區共同維護的話 未來有可能的利益 是不是可以分享到社區裡面 那社區怎麼去運用 這個分論的概念 我認為是必須要被 被開發出來的 那有沒有案例 其實有 在國外有些案例 那臺灣的公益信託的確 現在還正在推動 那我認為可以加入 整個淨林排放裡面 碳會的一個概念 好 因為我已經操死了 所以 我後面就講簡單一點 講快一點 我們目前 行政部門在做公主轉型的實踐 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個是美國CSIS的一個公主轉型的架構 他不外乎就是講參與 然後講 影響範圍 那這個我想大家在網上可以看 大家可以參考 那因為我們剛講說 這個公主轉型整個架構 政策架構執行的架構 其實並沒有一步到位 也沒有所謂的正統 所以現階段我們還是按照 那個聯合國氣候變遷 剛剛公約提到的 秘書書提到了四個階段 那我必須很誠實的 跟各位報告 目前在公正轉型的部分 我們的確是在1跟2的部分 在1跟2的部分 那未來的公正轉型 要如何去把它長得比較完整 然後比較有包容性 比較有彈性 現在還在進行中 那我們也期待 今年底的這個版本出來之後 無論是整個淨零排放的12個路徑 或者是公正轉型的單一路徑 這個是行政部門要工作的工作底稿 但是他是應該可以經過社會討論 而被修正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那老實講我們壓力蠻大 因為 各種理論都有 那我剛有提到說 這個問題我們有沒有碰過 我們有碰過 剛才講WTO 這個例子是一個 那我還在討論的時候 碰到一個 大家以前都一直討論 但是我們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 我舉一些例子 公民參與 公正轉型的公民參與 什麼樣的公民參與 才是對的 還是好的 這個 現在找不出大家同意的答案 但是這個必須一直被討論下去 還有一個剛才那個 周老師講到的 現在大家在講巡政治理 資料科學 我如何用資料 來做公正轉型 那你政府的資料開放做得怎麼樣 這都是問題 因為還好今天的題目是挑戰 你不是講解決 解決我就不敢站上來 我把這些挑戰的問題講給大家 大家能夠分享 那我想說 在場有很多學界的老師 然後我們倡議團體 這是我們未來一直會碰到的 好 這個就是目前的做法 11個關鍵戰略組織單位 不包含國發會的話是6個部會 那再加上國發會 國發會就是有一個跨部會的推動小組 那先來會賺你一個報告出來 那同時我們現階段 每一個部會都必須針對他的 關鍵策略裡面的公正轉型的章節 必須去做社會溝通跟撰寫 那 未來 厲害關鍵人的公聽會 座談會必須一直進行 那同時在專家學者諮詢會議必須進行 那我們是希望說這兩個領域 部門內 政府部門內跟社會對話部分 未來能夠有一個公正轉型的委員會 那這個是目前的設計 目前的規劃 但是委員會還沒有成立 我們要先把一些工作的文本 先整理 先建立起來 然後來做為社會討論的基礎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的報告 就是 我們在近零公正轉型的路上 我們還是不遺落任何人 那GDP絕對不是唯一的衡量的標準 那 關鍵的核心在於 我們如何去辨識利害關係人 還有這個公正轉型的邊界 謝謝 謝謝